上回书咱们说到老侠客树辈摘星焦与焦丘华 来拜望童林童海川 焦二爷的目的呢 是想让童林广棍徒弟 年纪轻轻别这么狂 二爷好意来了 他哪知道童林没在家呀 刘俊正带着徒弟们在工坊里练功呢 一边练功 一边叨了这件事 因为夏九龄司马良 回了之后都学了蛇了 刘俊怎么办呢 也就责备责备两位师弟呀 你们不应该上外边给师父惹事 大家伙着急 过两天没事 大家伙着踏实了 没动静 今天整练功呢 有人进来禀报 小侠哥爷 您出去瞧瞧 从霍国寺来了一位老师父 说他是数倍摘星姓交名语自秋华 来拜见咱们童侠哥爷的 刘俊可一浪啊 孔孝在旁边一听 心说这回能出点事 这孔孝 这孔孝他就爱调事 糟糟思飞了吧 打了人家孩子 人家的娘出来了 谁不理他 刘俊把脸忘下一沉 孔孝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点是非 就得惹起来了 司法梁下脚铃 有点挂不住了 孔孝还不在乎 师兄啊 谁出来的事 谁叫堂子 师弟 你别说了行不行 走 跟我出去 大家伙跟着师哥刘俊 往前走 到外边 止住脚步 这小哥几个一看焦秋华 好人呀 老爷子个不高 但是看得出来 浑身都带着劲的 黑灿灿的一张脸 俩全顾特别黑 没戴帽子 剪着股小便 穿着一身青 刘俊聪明 赶紧上前十里 您是焦师傅 您找我们教师 你是谁啊 我叫刘俊 人称川云白玉虎 我的教师 姓同明临滋海川 焦师傅 您是不是找我师傅啊 不错 小侠客 我找的就是贵教师 焦师傅 真对不起你 我师傅这几天上 南城有事 让朋友约走了 到清真寺去了 现在还没回来呢 这样您先回去 等我师傅回来 我把您的意思 禀报我的师傅 再派人去请您 好吧 焦二爷是个讲理的人 我找人家大人 人家大人不在 我就应该回去 既然如此 焦某告辞 二爷一抱拳 转身心要走 没想到 夏九龄过来了 刘顺在想拦 拦不住了 夏九龄 来到焦秋花面前 焦师傅 我师傅虽然没在 但是弟子们全在 俗说 弟子福其劳啊 您可以到里边坐坐 我们陪陪您 焦二爷心说 这小子跟刘俊可不一样 狂啊 就是你 打了我的徒弟 现在你又拦我 不让我走 看起来 我用不着等你师傅了 你就可以对付得了我了 我要不敢进你的家 我这么大岁数就白活了 我白创当这么多年了 小夏哥 贵姓高明 姓夏 叫夏九龄 人称多比同子 刘俊赶紧叫蓝 师弟 你这是怎么跟焦老师说话呢 师哥 您甭管 既然焦师傅来了 就请焦师傅里边坐 咱们款待款待 一来刘俊老师 再说刘俊也知道 夏九龄是师傅面前的红人 连王爷都喜欢他 人家是先进门的 我虽然是师哥 我是后进的门 刘俊呢 也不好身份了 好吧 您请 这样陪着焦秋华 就来到了客厅 焦师傅请坐 刘俊恭恭敬敬给焦秋华 倒了一杯茶 望上一线 焦秋华 挺喜欢这刘俊 这小孩懂事 接过这茶来 喝了两口 往茶几盛一放 夏九龄 过来了 一抱拳 焦师傅 您喝完茶了 我问问您 您找我们老师什么事 刘俊气坏了 焦二爷冲着夏九龄一乐 就是你 我听见你说话 我也看见你了 在护国寺塔院 你们喝茶 跟我那个不成才的徒弟们 打起来了 这次焦某来到贵府 面前跪教师 前来陪礼的 哈哈哈哈 小霞哥爷呀 难道我来陪礼还不对吗 刘俊怕夏九龄惹出事来 赶紧就来 师弟啊 你不许多说话 教师傅 他们呢 不听话 总想趁我师傅不在 出去玩去 您说我这做师哥的 要是老拦着也不好 我还千叮咛万嘱咐 不让他们在外边给师傅惹事 没想到他们跟您的弟子发生了口角 谁胜谁负 没关系 好在都是孩子 这个问题不大 少侠侠客呀 我那些徒弟跟你们可不一样啊 他们白天干活 不是在粮仓里头 就是在粮库里头 我教徒弟就是为了挣碗饭吃 也不是真教 他们那是玩味 也不是真学 跟你们不一样 说实话 我教他们这些能耐 教师让他们出去挨打的 可你们贵教师 教给你们的都是决意呀 我这回来没有歹意 交个朋友 既然贵老师不在 焦某告辞了 焦二爷可看出来了 人人传言 镇八方紫面昆仑霞 同林同海川这人 非常谦虚 虚怀若骨 可今天一看他这几个徒弟 这大徒弟还行 剩下这几个 一个个趾高气阳 年轻气盛啊 二爷心说 崇林啊 你这人不错 那可不行 你这些徒弟 认为他们的师父 是拥亲王府的教师爷 下江南 漏锅大连 又是个大侠客 他们可狂到家了 我这么大岁数 我犯的上跟他们支气吗 早晚你得吃你徒弟的亏呀 焦秋华怎么想着 孔孝在旁边可看出来了 这焦老侠客要走 不成 我得拦着 要怎么说孔孝坏呢 喂啊 焦师父 我师父虽然不在 可是 我师哥的武艺都很不错呀 一个赛子一个 焦师父 你老人家可不能走啊 您得给我们留下几手功夫 让我们小门弟子也开一开一眼 看看北京城的把势叫 焦秋华一听 看来这同龄也是有毛病啊 就因为你教徒弟的时候 你给他们灌输了 眼空四海 目中无人 所以你这些徒弟才怎么扬为吐气的 不然的话 你这徒弟怎么敢这么说话呢 他哪知道孔孝什么人性 夏九龄什么脾气 既然这样 我焦秋华并没逗你们的气 你师父不在 我走 我有大人之才有容人之量啊 刘俊在旁边看出来了 孔孝 你怎么老惹老爷子生气啊 夏九龄四百两一看 他向着孔孝这边说 焦老师 那 咱外头请吧 这俩孩子是江湖 孔孝也往前凑合 焦焦华心说 你们这几个孩子趾高气阳的 不可一世 我得杀死你们这股傲气 二爷站起来 众位少侠好 我原本要回去 没想到你们几位小侠可不让我走 那咱们就到外边过过招 也未尝不可 说着话老爷子来到院中 孔孝就过来了 好吧 那么我这男门子先讨教讨教 焦师父你的本事 那孔孝能是焦二爷的对手吗 一招就输了 接着司马良下九龄小乡小翠全输了 红玉尔过来了 焦师父 晚生不才 当面请教 少侠可怎么称过 姓红 双名玉尔 通完明报完姓 红玉尔往前一抢步 左手一引 右手 喘 奔着焦二爷胸前就打 到了 二爷一瞧 这孩子比前五个都强 焦二爷伸手一拿 没想到红玉尔右拳一变 反被撩阴掌 二爷按数大致 这孩子功夫可不错呀 立刻接招动手四个回合 焦二爷心说行了 用了一招绣女穿梭 就把红玉尔给战败了 同林在场的这些徒弟 除了吴成没动手 刘俊没动手 这几个可全输了 吴成能动手吗 这是吴成的师哥 刘俊一看把脸望下一沉 你们几个呀 真不听话 师父都催你们用功 你们老埋怨师父管得太严 现在用上了吧 不行了吧 你们能是焦二爷的敌手吗 刘俊说到这儿 一转身满面带笑 跟焦丘华说 老英雄 请您到屋里坐 我不是不能跟您动手 因为我有难言之隐 我是做师兄的 不秉明老师 我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 您稍后 师弟啊 给焦老师七盏茶 焦老师 您在这儿喝碗茶 您等着 我把我师父找回来 嘿 二爷焦丘华 心说这孩子可厉害 甭说 他真过来动手 也得趴去 可他说 不跟我动手 是因为没奉师命 那意思 是我不怕跟您动手 不怕跟您交战 不过 我有借口 我师父不在这儿 他们都输了 我这做师哥的 可不能跟他们 瞎掺和呀 他这么一来 同时也把我按住了 好叫他师父来打我 行 好个年轻人 这叫英雄 出在嘴上 刘俊 还真把焦二爷 给按住了 刘俊出来了 急把往前走 川大街 岳小巷 赶奔牛街 这时候呢 海川 从南往北来 正好碰上 爷俩往回走 刘俊边走边说 海川就听明白了 海川心说 我能愿人家树被摘星 焦与焦二爷吗 人家焦二爷是个人物啊 替我统领管教管教徒弟 这是好事啊 俊哥呀 师父 从今往后 只要我有事 出去办事去 你得严格督促你师弟们练功 可不能让他们出去招惹是非 就这一回 您放心吧 爷俩说着话 到家门口了 进去 挑篮进来 海川一看 徒弟们身上都有土 一个个朗朗贝贝 心里也怪难受的 自个的徒弟挨打了 焦二爷就站起来了 他一看童林回来了 童林拿眼睛一看 看着焦二爷 黑灿灿的脸盘 内力充沛 二毛的朔朔放光 心说焦丘华有功夫 您就是焦老师吗 在下是童林 您请坐 哎呦 童侠可爷呀 我冒昧造访 您也请坐 两个人落座了 老英雄 您老人家到我这来 是孩子们惹您生气了 我童林在您面前请罪赔礼 童林站起来就要十里 二爷焦丘花赶紧拦住了 不 童侠可 还是我没有大人之才 本来是前来拜望拜望您 您不在呢 我就应该走 可您的高祖们一定把我拦住 让我进来错会儿 虽然如此啊 就是我有理 也不应该跟他们动手 可您的高徒 一定让我献进仇 我呢 才领教了几位的把士 焦老师 您可是一位有名的人物 北京城有名的把士将 我童林拜访不到 是我童林师弟 徒弟跟徒弟争起来 谁胜谁富 没关系 可要影响到老一代弟兄之间的不和 那可就错了 您岁数大 我岁数小 可咱们都是北京的把士将 您是个人物 我童林愿意交您这位朋友 这么办 老英雄您先回去 过几天呢 我一定登门拜访 给您赔礼道歉 您的徒弟被打伤了呢 我童林买礼物 去安慰安慰 童林说的可真是心里话呀 这话说的也算人之意尽了 因为童林呢 这人不会藏私 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样的 其实童林看见徒弟挨打 心里也不痛快 但是他看焦二爷是个英雄 也愿意结交这个老朋友 现在童林跟刚出世时候不一样了 有经验 有阅历了 南下周二小 没这些老哥哥们帮忙行吗 出外可靠朋友啊 焦二爷呢 也听明白了 知道童林这人直来直去 浑金浦雲 就看童林这站着这一说话 也看出童林的功夫了 心说 我焦秋华跟他动手 我也不成啊 二爷呢 打算叫坡下了 只要你童林说两句好话 我就告辞了 没想到这时候 焦二爷拿眼睛一扫 夏九龄把脖子一扬 嘿 冲着自个儿的嘴的撇呀 呵 二爷心说童林的徒弟冲我撇嘴 那意思 你打我们行了 我师父来了 吓死你了吧 你不敢动手 你就得走 哼 我打了童林的徒弟 人家大人一来 我就溜了 我叫什么人物啊 焦二爷可受不了了 童老师 我听说您奉施命下山 兴你家武术 别开天地 您下江南 可显得大明了 我焦秋华不敢跟您比 我自残行贿 我能那不行啊 我想跟您讨教讨教 可以吗 尽管焦二爷说的很谦虚 童林听这话可不愿意了 你找的是我童林 我不在家 你把我徒弟打了 作为一个侠客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好话 请你走 你还要动手 童林可没看见下酒 灵撇嘴呀 童林心说我还怕你 动手就动手 想到这儿童林 童海川一抱拳 老英雄 按理说您到了我的寒舍 我可不应该这样 老英雄一再恳求 那么请咱们二位就到院子里吧 海川刚一说 孔晓要搭茬了 威雅 焦老英雄啊 我看你到院子里先瞧一瞧 你是倒在哪干得好啊 海川气坏了 瞪了孔晓一眼 你这小子成事不说坏事有余呀 挑拨是非 帮忙 等完了事 我再跟你算账 孔晓 你还不忘好战吗 啊 我呀 携上尊命 他说尊命一伸手 把这门帘的挑起来了 焦老师请啊 童林陪着焦二爷来到院中 弟子们全都出来了 往旁边一围 焦二爷在上吹手一战 童林在下吹手一战 二爷这回可看清楚了 这位童林童海川 土黄布的裤子 土黄布的汗摊 左大肩 粗蓝布的大褂 又肥又大 望脸上看 紫微微的一张脸 紫中透黑 紫中透亮 两刀剑没一双虎目 鼻指口方 大耳垂伦 这小辫歪扛着 人字的脖子耿耿着 太阳穴挪着 眼睛鼓着 浑身的气眼 飞堂足 看得出来 童林 金在沙中 玉在谱内 焦二爷心说 这么大一侠客 怎么穿得这么土啊 他真是 威震南乌省的 童侠客爷吗 嘿 可真切出个样来了 海川 转到下吹手一抱拳 老英雄 请 小二爷想得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你是侠客 我也得跟你动手 讨教讨教 这叫宁撞金钟 一下不打挠拨三千 童侠客 就某无礼了 老爷的往前一赶步 左手一个银手 上右手一歪身 露露翻车 单掌一劈 对着海川的脖子 就下来了 焦二爷挺有功力 这招要真劈上 也够海川一呛啊 焦二爷这一掌 海川就看出来了 要比南乌省的人物 焦二爷这手法可太软了 这叫行家一伸手 就知有没有 海川望辖一矮身 稍微一缩脖子 右手一穿 往下一拉腕子 伸左手 右手往下按 左手往前伸 左手到了 乌龙探找 奔二爷面门 二爷往旁边一闪身 拿手一扶 海川一矮身 跟右脖一斜身 单放朝阳 就奔着二爷的太阳穴来了 焦二爷一看长到了 望山一低头脚 走扫堂 海川脚下一点地 长腰起着双手一抱拳 焦二爷一回身 一抱拳 封住了门户 两个人谁胜谁负 下回再说 摩擲 车忍